寡姐是MCU中造型最多的女人 钢铁侠2里 寡姐首次亮相 留着长长的红色卷发 复联1里换成了红色短发大波浪 美对2中变成了红色的直发 复联2里又变回了红色短发大波浪 但是颜色偏暗红色 复联3里 寡姐将发色染成了金色 世俗避开联邦调查局的追捕 到了复联4里 寡姐又重新长出了红发 形成了红白相间的渐变色 在黑寡妇中 少年寡姐留着蓝色短发 多年后则展现了各种变发造型 发色还是经典的红色 那么你更喜欢哪一款呢